一個高雄市的市長如何賣臺 還是我跟你齊約說 以後我當總統以後我再來賣 那這個人馬英九總統 前總統 他當時跟習近平見面的身份 就是總統 照理講這樣見完 而且有閉門會議 晚上還去黑金融喝到喝到醉 有沒有 已經賣掉了 觀眾朋友三年過去 二零一五到現在已經三年多了 賣了什麼 所以一天到晚用賣臺 我覺得基本上不精確 不科學 他像抗腰性一樣 頭疼要一次吃一顆 沒有效 兩次 兩顆 八顆 越來越沒有效果 那沒有效果 他還是會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我說 我剛剛回到我一開始的結論 我很期待一月十一號的到來 因為韓國瑜今天這一次去 包含了已經這麼久 從包子事件以後就消失的 黃沖又出現了 就是只有韓國瑜 他才會出現 其他人就 民進黨顯然是把韓國瑜 當成是二零二零的總統參選人 所以我要全力的打你 剛剛看到沒有 朱立倫有可能選 因為二零一六那他選 打他 魔紅 馬英九有可能選 臺灣腳走臺灣路是李英元 馬英九是香港腳走香港路 永遠用魔紅的方式 那現在臺灣民眾也要去看 一個市長到了香港 他見了中聯辦的主任就不行 那陳菊見了國台辦的主任就可以 那這是什麼道理 那如果說大家覺得這有道理 那也很好 就是由臺灣民眾在明明的一月十一號 去投票做決定 到底在九二公司基礎之下 能夠這樣子一唱去 還有廈門 現在四十億了 廈門聽說 我有聽說這兩天 有一筆非常大的訂單 我不知道是多大 反正最後結論這樣子四個城市回來以後 這個就是統戰嘛 經濟統戰嘛 對啊 那賣東西 你說是統戰 不賣東西 你說我活不下去 那你到底要哪一個 就做個選擇 明年一月十一號 如果是韓國瑜選總統 那更清楚 就是一個在務實九二公司基礎之下 敢在跟面對大陸的時候 講九二公司 而且也去談 希望兩岸能夠有經濟互動的 中聯辦的主任跟澳門 跟香港這兩個主任 跟韓國瑜講九二公司的好 那是必然的 因為中聯辦就是執行九二公司的單位 韓國瑜雖然也跟他講台灣的好 因為因為台灣有民主 他才能當高雄市市長 各自把自己好的一面 展現出來有什麼錯 那今天用這種方式去抹紅 韓國瑜也不意外 但是我說我很期待 明年一月十一就是看 那個抹紅的效果 到底在台灣是有效還是沒效